现在我都会集中在中港股市这一边为主 因为我都见你有社交平台有说 你美股方面的部署反而是中概股 就算是美股那边都 其实你现在有哪些是可以分享 你相对话都可以直播的呢? 如果可能整体上是整个大市的问题 不过如果选择一个标的 我想比较特别会受到关注的 也都挺流量密码 我看到你的影片如果有那一款 就特别多人看 就是阿里巴巴 上一次也有说 其实基本上 你买港股还是美股两边都有 我自己没有买 没有买原因是因为不是太方便去交易 因为工作的关系 但是会有用ETF ETF其实有个不好处 但因为避免了一些合规上的不方便 因为ETF有什么不好处呢? 就是有好有不好 好就是你纯粹看好整个大市 看好科技股 你不用选择 但是不好处就是 它会有一些相对弱点的拖累状 很明显现在哪些弱 腾讯也是特别弱 因为有一个减视的阴霉 但是很明显看到这些科技股里面 巴巴是行得特别强的一只 如果你以大几只来说 如何去分它行得强 还是不强 都有一个简单的分法 六月中 其实基本上都是跟上次差不多 那个表是维持 因为上次应该是一个比较 六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 我觉得整个中国市场 也是随着上海的解封 随着官方 一路一路出台很多的经济刺激政策 这个跟过去的年纪是很不同的 因为这个也是整个中国政策的大方向 就是你不喜欢太乱 不支持无罪扩张 你太乱的时候 他都要去调控一下 但是你弱 环境弱的时候 又出来提升一下 一路一路 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政策 都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看到他们是开始 一些提升的政策里面 甚至是例如李克强 习近平都出来说的 也都有提及到科网平台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去 整改开始的话 如果是由蚂蚁上市 竹椒开始计算 那应该是2020年的下半年 大约10月左右 就是超过了一年半的整改 都没有去见到 他们现在官方的这一个风向的转变 所以现在应该 大约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点 这一段时间 他们一直说了这些东西 我们当然没有期望 是否以后什么事都没有 这个比较难一点 你没有期望它完全去开放 完全去给所有东西 自由地走 完全去开放 但是起码开放一点 或者监管松一点 其实已经是给到一个市场 尤其是投资者 一个的机会 一个短炒的机会 尤其是短线 有些显著一些反弹的机会 你说要去看到很长远的整个长线 无论你说很长的一个前景 还是一些 譬如你说走势是长线强势 微股那边始终是长线强势 但是中阔这边 我觉得会有一个估值重修的机会 在监管放松的前提之下 巴巴是一个象征异 所以大家会去关注着监管有没有放松的一个标的物 近期它比其他科报股强 其中一个简单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六月头那个顶 破到的时候 其实是偏强的 六月其实它做了一个区间 六月头的顶到六月中的底 巴巴是向上突破一只 向上突破的过程 它在中间可以下跌一些 就是下跌一个区间 不代表突破失败 下跌了区间 才叫突破失败 如果这个技术走势上去看 就是说 所以它是在这个位置 它去上破的这个位置 已经是偏强的股份 但是 腾讯这些就是偏弱 其他有些就在中间 所以它已经是科网股里边偏强 就是昨晚中概股 因为昨晚为什么下跌呢 首先美股组断也下跌 美股组断也下跌 美股组断下跌 然后另外还有是关于 现在市场就说 关于拜登这个 对中国的产品关税 那边的放宽 就表示失望 所以整个市场组断收额 美股组断下跌 美股组断下跌 然后中概股也下跌 下跌之后有承接 所以先低后高 其实就是 有个行业线 都是一些有承接力的迹象 所以它甚至 弹力更加厉害 也是比起其他的中概股里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说去 部署这方面的要选择 这只可以是其中一只去选择的一只 还有我想 巴巴都应该是 几多省户投资者 都曾经很爱 又爱又恨 后来就变了 最近就算它反弹 可能大家的戒心还很大 是的 都感受到的 上一次上来 就是去到六月头 就是去到大星高位那天 那支大洋竹 就看到 之后是有回来 给机会大家上车的 是的 上车 其实整体就OK的 会是看转势 但是你说 那天买呢 就是近来始终 整体上我都看好些 但是你短线会有些波动 那如果你要看短线的波动 就是可能已经急升的时候 或者是超卖的时候 就被 我记得不是大洋竹那天 应该是 好像有再升 好像是大洋竹那天上来 应该是六月头 上一次上来 是六月头 是的 我记得那天才是很急 就是很多都说 应该之后有再抽升 好像是 我记得你上来之后 好像是 是 是 是六月八日 那天上来 应该是 那我记得 因为我记得 那天我又有上其他平台 六月八还是六月十 应该是六月十 六月十 即是 这个显示 有些 这个是美股 这个是美股 那边 因为那天应该是美股爆升完 港股那天就高开 高开之后就 开始少少回的 那时候都很多 我觉得看你是不是要 去做到很短线 其实如果不是的话 就OK 甚至是 会回一些 再有力之后 就更加仓仓 事后